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游试谈 前段时间发生在加州华人聚集区 钻石巴的那起撞车事件 一名高中女生被一辆mini van撞飞的事件 现在有了一些新的消息 我们先来简述一下这件事情的大致经过 当时这名高中女生正在过马路 被一辆白色的mini van七座车给撞飞起来了 索性孩子人好像没事 但是根据网上流传的信息 说这位司机撞人后 以要送孩子上学为由 留了一个电话号码就走了 留的这个号码还是国内的电话 最后人也没有再回到现场 就是这样的一起事件 事情发生后 这个消息在华人圈疯传 也引起了很多华人的公愤 认为这位司机法律意识淡薄 不负责任 今天世界日报登了一篇报道 对此事进行了一些说明 说当地学区的一名华裔委员 向该报证实 他确实听学区的有关人员 向他讲述过这件事情 事故发生后 学校的辅导员有帮助过这名女生 现在这名肇事司机已经被找到 他是当地钻石巴某小学的一位家长 对于被撞女生的足异和伤势 他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 只是说被车撞了肯定会受伤 应该是受伤了 其他事宜均交由当地警方处理 他们不便干涉 也不便透露 不过对于网上的一些传言和舆论 这位学区委员呼吁大家 说不要妄加评论和猜测 虽然他不能透露具体细节 说肇事者并没有像部分网友猜测那样 刻意隐瞒身份 事故发生后很快就找到了他 另外他还说 不要再传播网上的谣言了 很多都是假的 后来据世界日报询问当地警方 警察局做出了回应 说当日12月22号 确实发生了车撞人事故 不过该事故目前已经和解 并且没有人被捕 警方和被撞的女孩及司机 都有直接对话 至于司机是在事故当场接受的询问 还是事后才找到 以及案件双方涉事者的身份 到底是不是华裔 这些警方均以隐私为友 拒绝回答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事件的一些更新的信息 下面呢 我们再来仔细的回看一下这段视频 现在网上呢 放出了这起事故的高清视频 从这个监控拍到的画面可见 这名司机 他很显然是违反了交通规则 那么明显的一个大活人走在马路中间 你不但没有避让 而且好像没有任何减速的迹象 依然在前行 很明显他违背了在交通道路上 机动车避让行人的这个规则 另外根据画面显示 这个路口它没有红绿灯 但是呢有明显的stop side停车标志 我仔细的看了一下视频 这个肇事车辆在stop side的白线前 它并没有完全停止 也没有停足三秒 而是在白线处缓慢的滑行 这个按道理来讲 它应该是属于违规的 根据美国的交通规则 当你遇到stop side停车标志的时候 你应该完全停住 我们都学过交规嘛 它叫false stop 而且呢还得停足三秒 所以它的这个滑行的动作 应该是违规的 这个呢不出事也就罢了 但是如果你一旦出事 这就是你的责任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啊 我们有很多同胞 在stop side面前 都会习惯性的滑行 就是不停滚 然后呢滑着就走了 因为这样的事情 我呢跟我老婆 也不知发生过多少次口角了 我这个人呢 是比较认死理的 规则就是规则 既然交通法规 它这么规定 需要你完全停住 我就认为我们应该完全停住 完全遵守 其实你这么溜着走 也快不了多少时间 但是呢一旦出事 这肯定就是你的责任 大家要是都这么 溜车滑行 那么出事的几率 肯定就会大幅增加 尤其是像这些事故中 当时的交通状况 应该是比较复杂的 来往的车辆也比较多 同时呢路上还有行人 如果他要是停足了三秒 可能就不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了 因为让你停住的目的 就是让你观察路况嘛 很显然这位女司机 应该是没有看到这位女神 估计没准是走神了 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 因为在他撞到这个女孩的时候 他似乎没有减速 反而好像是在加速 而且呢根据画面来看 这个女孩看到车辆之后 看到车很快的开过来 他还停了一下 立住了 但是呢司机依然没有减速 所幸的是 这期事件中 女孩没有生命危险 假如这期事故 要是导致有人身亡 那么这里面的每一个细节 都会成为法庭上的重要证据 而你在stop sign面前 没有停 没有停住 没有停足三秒 这肯定也会成为重要的依据 所以呢 这期事件啊 也是提醒我们 开车上路 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尤其是这个stop sign 一定要严格按照 红绿灯的标准来对待 其实啊 我们有很多同胞 在美国开车出事 问题啊 往往就出在stop sign上 因为不能闯红灯 这个概念 在我们的印象中 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但是呢 对于国内没有的 这个stop sign 很多人 尤其是来美国不久的 一些新移民同胞 有时候 一时难以适应 总觉得 这个标志 它就是块牌子 没车的时候 闯一下也没事 或者溜行 滑行也没事 但是呢 这样的想法 隐患是非常大的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 一定要高度重视 这个stop sign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起 国内的事件 前两天 国内非常热的一起官司 山西的一名男子 与女方订婚后 两人发生了男女关系 但随后 女方报案 告男方强奸 25号 山西省阳高县法院宣判 对男子以强奸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好 那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简要的了解一下 这起事件的大致过程 据此前的媒体报道 说 被告男子27岁 与这名女子24岁 经婚戒所相识 在订婚宴上 给了女方十万元人民币 作为彩礼 并立下字句承诺 结婚一年后 婚房的房产证上 会加上女房的名字 订婚后第二天 两人就发生了男女关系 然后呢 说准丈母娘就找男方谈话 并录了音 要求必须加上女房的名字 并补上剩余的十万元彩礼 男方没有及时办到 第四天 女方就报了警 声称遭到男子强暴 但男方家属认为 这是因为房本上 没有加上女房名字 对方才报案 但女方予以否认 第二天 这名男子因涉嫌强奸 被警方带走 立案调查 12月25号 山西省大同市 杨高县人民法院宣判 被告人习某某 因犯强奸罪 一审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 据法院认为 尽管双方当事人已订婚 并交付聘礼 但这属于当地的民间习俗 订婚不是法定的登记结婚 双方不享有夫妻之间的权利 不承担夫妻之间的义务 并强调说 本爱告诫社会大众 法定结婚登记 是确立夫妻关系的唯一途径 法律保护的是合法婚姻 违背妇女意志 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即构成强奸罪 应受到法律惩处 那么这起案件宣判之后 很快就在网上引起了 很大的社会舆论 昨天中兴网又登出了一篇采访 说25号 本案的审判长回应了社会关切 问说近期网络传播的 订婚强奸案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的事实和依据是什么 审判长答 说被告人习某某强奸一案 在网络上被传播为 已告强奸进行敲诈 订婚强奸案等 法院受理后高度重视 坚持以事实为依据 等等等 这样的一些套话 然后讲述了两人相识订婚的过程 然后后面说 5月2号中午 被害人一方按照当地习俗 宴请习某某 就是宴请男方 饭后习某某和被害人 就是女方 一同前往习某某 位于阳高县某小区某楼 十四层的房内 习某某向被害人 就是向女方提出发生性关系 遭到被害人拒绝 被害人称等结婚后再说 之后习某某不顾被害人反抗 强行与被害人发生了性关系 事后被害人情绪激动 实施了点火烧卧室柜子 和客厅窗帘等行为 还逃出房间 通过步梯下置十三层呼喊救命 后被习某某强行拖转回房内 期间被告人 就是男方 拿走了被害人 就是女方的手机 直到回家途中 女方的母亲打电话来 被告人 就是男方 才将手机归还被害人 当晚被害人 女方向公安机关报警 经侦察人员对被害人身体检查 被害人 就是女方 左右大臂 右手腕均有瘀青 对现场进行勘察 发现卧室的窗帘 被拉下掉落 客厅的窗帘 有被烧过的痕迹 侦察人员也调取了 小区监控录像 该录像显示 被害人在逃出房间 通过步梯下置十三层后 又被习某某强行拖拽回 案发现场 十四层房内 侦察人员对被害人进行询问 被害人称 其在与习某某谈恋爱期间 曾明确向习某某表示过 自己反对婚前性行为 被害人的母亲也证实 事后被害人哭诉 其被习某某强暴 法院认为 双方属于恋爱关系 虽已按民间习俗订婚 但并未登记结婚 习某某违背被害人的意志 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 其行为构成强奸罪 说法院审理还查明 事发后 被害人亲属为了促成被告人 南方与被害人女方的婚姻 与被告人亲属积极沟通 希望被告人和被害人 尽快到民政局登记结婚 同时表示 为了减轻被告人家庭的经济压力 部分彩礼可以后补 但双方协商未果 法院认为 虽然事后双方有协商的情节 但不影响认定 习某某的行为构成强奸罪 好 那么这个就是事情的大致经过 当然现在网上各种说法都有 尤其是自媒体上 普遍都是对女方的指责 那么对于这起事件 具体的事情的过程 真相 想必随着更多信息的披露 应该会越来越清晰 这个我们在此就不再讨论 不过对于强奸的认定 如果确实像审派长 在回应记者时描述那样 有监控 有细节 证据充足 可以证明男子违背女方意愿 而发生了性关系 那么这个肯定就是构成了强奸 如果这个事实成立 至于女方是不是为了 房本上加名字或其他目的 这不重要了 这是两回事情 因为那是道德层面的问题 但是从法律层面来看 只要能够证明男方违背女方意愿 而强行发生性关系 那么这个肯定就构成了强奸 据我了解 在美国 即便是已结婚的夫妻 你如果要是违背女性意愿 强行发生了性关系 只要女方提告 这也属于犯罪 也属于强奸 不知道中国的法律 对于婚内的这种强行性行为 是怎么判定的 这个咱没接触过 不过通过这些事情 通过其中的一些细节 比如立字句承诺 婚后一年内房本要加女房的名字 等等这些事情 也反映出一个侧面 现在的恋爱和婚姻关系 确实是变得越来越脆弱 脆弱的像块玻璃一样 一不小心就碎了 我在十多年前 曾经写过一首歌 叫黑白电影 歌曲中就曾经描述过这个话题 爱来爱去 爱来爱去 终究逃不过时代的命运 那时的情歌 却是如此动听 那时多少无缘相守的爱人在哭泣 今天看了一场电影 世界退回到半个世纪 那时的人们有巨大热情 看一场电影走出实力 今天看了一场爱情 画面定格在黑白电影 想爱的人那无奈其名 彼此哭声了一生分离 那时的爱情 没有什么道理 爱来爱去 终究逃不过时代的命运 那时的情歌 却是如此动听 那时多少无缘相守的爱人在哭泣 我感觉不过时代的爱人在哭泣 我感觉不过时代的爱人在哭泣